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一到了选举的时刻呢 这个总是要比较紧绷一点 这个有没有所谓的会选行为呢 那么可能都要受到大家的检验 刚才我们就在讲造势场合 能够提供什么样子的菜色呢 那来看一下 什么是可以吃的 什么是可以供应的 卤猪搅麻油鸡汤 米苔吧 炒米粉 贡丸汤 鱼丸汤 好 这么多的这些菜色 什么可以呢 可以确定的是 炒米粉 贡丸汤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法务部的这个上面 他有写这个说 过去认定30元以上算会选嘛 那最高检察署 两年前有补充解释 炒米粉 贡丸汤 便当 饮料等等 适度餐饮 不具有对价关系 就不构成会选了 好 法律问题再来 请教一下 玉琳 我先擦一下嘴 下次可不可以拿食品过来 我们吃一下才知道 上完节目就可以吃了 看图片我们肚子好饿 你的意见我会承报 你去做人 好 谢谢 重点在那个对价关系 你假如说是 我去弄给人家吃 不管是吃炒米粉 你跟我说什么 就如果说选举期间 每天来都有得吃 那每天都不吃30块 不吃过超过30块 那连续吃一个月那算不算 所以重点是那个对价关系 比如说你来的话 就是我就是吸引来 就是给你 就是你知道我来吃 就是投票给你 那假如说就是要炒热场子 来听你证件 不可以投给你啊 那用炒热场子的话 我觉得从宽认定就好 对啦 因为现在这社会没有人 会为了吃一盘炒米粉 然后就出卖他的选票 不会这样子我觉得 主持人今天我觉得那些委员 真的没水准 咬文角质 点心的法酱 就是说有米粉那我们也可以吗 那共文汤那我鱼文汤 这个真的是跟法务部找麻烦 但是我也不佩服 我真的觉得法务部 也是很有问题 这些都是可以嘛 那我请问 如果这些东西一字排开 吃大饱吃大饱 哇 师兄一定很开心 这个会不会过30块 当然过30块 还有第二点 法务部没有讲对的 他说不可超30块 是食材的本钱 成本超过30块 还是你吃的这些东西 的市价超过30块 其实现在物价都高涨 不不不 你听我讲清楚 这个食材的价钱 跟煮好以后的市价 起码是一半 起码是一半 所以你食材是30块的话 这个吃起来就有60块的感觉 就60块的感觉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 法务部请讲清楚 我还有看谁主 但是我必须讲 一碗炒米粉跟一个共环汤 市价是不止30块 所以你只能讲 物价都变贵 没有那么多的 是食材的价格才变贵 对 没错 想清楚嘛 法务部你要这么寒 可是忠豪 如果要这样规范的话 根本规范不完啊 这个是谁起的头啊 其实这个东西是在 民政党执政的时候 陈定然先生 担任法务部长的时候定下来的 那时候当然陈定然是为了要打会选 那时候主要是针对 主要针对是流水席的部分 那时候那个 那个候选人那个造势活动 本来就会摆很多吃的东西 那时候系到说 比如说候选人会送赠品 那个赠品 超过30块 可不可以 那其实当时那个法务部在做检讨的时候 其实在陈定然任内 其实都不是说一定是30块 就是说 你去计算根本是30块 是29块还是31块 29块就不是会选 31块就是会选 那也不是陈定然的本意 所以那时候呢 陈定然在担任法务部长的时候 就请最高警察署定了列举 这个列举也不是就是硬性规定 就是说我要需要举例 就举例一部分 它也不变成是一个所谓的正面表列 那当然这个东西需要去做补充 因为比如说那个时候 就曾经有过一个争议 候选人造势会有一些送背心 那些背心算不算会选 所以就搞得很琐碎 那整个事情你回过来看就是说 一个原则就是说 你在不管是成本或市价 你如果是一个流水席的形态 如果今天我把所有正面表列的东西 全部一字排开 就像陈大老刚才讲的 如果一字排开 我天天这样子摆 那就是流水席 可是我是偶有造势活动 我可能一个礼拜一次到两次 在不同的乡镇 那比如像客家区来讲 客家人他就是要有一个炒米粉 他就是要有一个那个 汤圆 那是他的习俗的部分 当地人就要杀猪公 杀猪公那就有事了 因为猪公一杀下来 那个就是摆流水席 那其实在当地来讲 你是很好判断的 对啦 然后最重要的是 那个对家关系 那个你有没有要求说 你要去投我这一票 因为其实在选举场上 我们在跑的时候 有些人其实是会 顺便来打秋风的 是 他来吃这一顿 其实有时候不记得会投你一票 其实很多你看到他打包的 尤其是米粉 然后后群人讲 我已经炒了吃不完 有人愿意打包 其实有时候也省麻烦 对啊 是好 光潜也有没有什么意见 就我觉得不要搞太麻烦 对 就是原则上有没有会选 对啦 那跟这种这种庶民文化 选举文化里面的一种庶民的表现 这个你还去细分共玩 我还跟我问施誠誠 共玩为什么要有争议啊 他说共玩比较贵 这不是至早麻烦吗 大原则你认定就好啦 真正要会选 我会用这个共玩会选 其实真正的应该是 法国部应该去做的时候 真正去抓到钱 比如说选举 你会抓到 不然间跑出几千万的现金在那裡 其实台湾社会的悲哀 为什么要吃 不吃人家不会来 对 你知道吗 你说辣有钱辣好 没有问题 那我请大牌一个星来唱歌的话 一场下来搞不好 50万一场 大家来看的话 你看的价值就超过 超过那个米粉几十块啊 那有钱的就可以这样办 刚刚我们有插播这个晚报最新消息 就是清明党方面讲 那个联署书已经过门槛了 只是说到底是不是 是总付过门槛呢 还是删除无效的过门槛 中九卉还要过门啊 他讲说 每个天到底要送多少 怎么送 也不让人家知道 没定案啊 他说没有定案啊 然后到底联署书是不是一起去 然后怎么送 现在这庄定啊 庄定的现场也不要给人家知道 又搞得神神秘秘 他到底送集会 老实讲 他好像也不公布的样子 又希望 中卉会有惊喜 又希望中选会重宽认定 对联署书不要太刁难 联署书合法就合法 不合法就不合法 有什么重宽重宴的呢 不是 重点就是 他说过门槛了嘛 所以 但是他自己算过门槛了嘛 他认为过门槛呢 他认为是宜想 那里面如果我 我就放弃 如果你重复了 被你踢掉了 那如果不过门槛怎么办呢 反正从教联署书到现在 要屁股都是打压啦 都是真秘秘的 到时候你打压